哇塞 這個作品看起來就是這麼不一般 原來是我們大師草菅彌生的作品 他的作品就是特別的鮮豔漂亮 放在這裡真的是超有質感的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魚與你 分享一下SYSFAMILY 我們現在在屏東 這個地方名字超長的 叫做農業生物科技園區 觀賞水族動物展示區 他名字怎麼這麼長 我們到屏東發現這個景點很適合在夏天來 或者是那個你很害怕風吹日曬雨淋 這是一個室內景點 目前是週二公休 我們票只要50元 GO 去看看 裡面很涼 我們搭電梯到三樓囉 這裡的展覽館是直接從一樓坐電梯到三樓 它只有三樓一整層可以參觀 跟著我來看看 我們進來先看到這個是六角恐龍 有六隻腳嗎 為什麼你覺得超過 這什麼水晶柱 我整個魚有點喘啊 還走一個柱子你就喘 太過分了 太漂亮了吧 這個魚簡直是栩栩如生 這個就是他門口的那個招牌 草千米生的魚 哎呦怎麼那麼厲害 你看到很多可愛的小魚耶 很特別耶 它的魚怎麼這麼多種顏色 黃色 綠色 紅色 我們來看看水雞蝦 哇 好小這隻哦 有看到嗎 有看到在這裡耶 對 在這裡耶 看的這個是什麼 金剛蝦 嗯 在那 那裡 有啊 它這邊還放了一個 放大鏡 對 它這裡還很貼心的放一個放大鏡 因為那個是比較小 對 這隻另外一種蝦子 這隻另外一種蝦子 主金蝦 蝦 蝦動物都蠻小的唷 我們一定要仔細看才能長得到 你看都不同的 哦 哎呦好小好小好小 好小 好小 看看看得到嗎 媽媽抱 好小 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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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在哪裡 這個 哇 真的有耶 欸 它比圖片還更深色耶 是嗎 在哪裡 還有 這裡要直接藍色的啊 你看到嗎 這邊也是啊 這也是啊 這也是啊 對 它衣服好漂亮喔 這個 這個 應該是 大隻的也會用到 因為這個可以看看它的細節 大隻怎麼會遮熟 大隻怎麼會遮熟 它怎麼長得那麼奇怪耶 它是 它是 機械蝦 因為它很像機器人的對不對 是不是蠻動方式像機器人 可能是喔 剛剛呢 我們看了一整排的蝦蝦區喔 我真的超喜歡的 沒想到有這麼多品種 而且每一種顏色都超鮮豔的 然後呢 看完蝦之後 你看到這個水族蝦 它好多種魚喔 感覺裡面放得好幾種耶 混搭在一起 它們可以生活得很好嗎 它一定很好奇了 但它們長得真的很漂亮 這個顏色打下去真的很美啊 對啊 美麗的珊瑚 好多種顏色 小丑魚 黑小丑魚 黑小丑魚 黑色的小丑魚 水變色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裡 就是它爸爸 它爸爸都來了 你們這裡面幫它變成褲 這個 它是什麼 不知道啊 這個 這個是 它這個魚 是黑色 小丑魚 曲子 就是 小丑魚 這裡面Σ 它們就是水流 那裡頭 這裡面有水流對不對 不然它們怎麼一直在轉 它們本來就在游泳吧 它們本來就在游泳吧 我覺得水母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挑戰 因為它看起來這麼的虛弱 可是為什麼可以存活這麼久 這太厲害了 而且它的細胞 超漂亮 阿姨 阿姨 超小的 姐姐好小隻喔 這個小的還沒長大的 Baby 小Baby喔 我剛剛看到一個 我剛剛看到一個 我剛剛看到一個姊姊 對 我剛剛看到一個姊姊 是那些人怎麼比較特別 不知道 他們好衝突的存在喔 那麼小的小魚在裡面 還在一起 還是它其實面惡心善 對 人不敢冒相 對 它旁邊有這些小魚 有眼睛 眼睛在這裡啊 這裡有眼睛 然後這裡還有魚子 那邊還有魚子 那邊還有魚子 這個這個這個 它這個就是中華什麼 完了 這個字怎麼唸 完了 我們的真的中文程度還要再進步 哈哈 什麼啊 中華 我不知道 回去查一下 這一區小丑魚 額外單獨被列出來喔 應該是代表這一區很漂亮很精彩 你看這個魚好特別喔 這個魚啊 它正常是有橘色或是黑白 但它變成兩個混色 為什麼會混色 它是小丑魚的紋路變異 反覆去選育而來的 我來看看白金小丑 哇 這種小丑魚真的蠻特別的 在外面比較少見 這個珊瑚 是珊瑚嗎 怎麼長得這麼誇張 這珊瑚長得太好了 太大了 巨無霸 它整個橫躺在半個水族缸裡面 生活太好了 它小丑魚就是一定會有跟它混搭的顏色 它如果只有一種顏色 它就不叫小丑魚 這是胖的 它們就特別喜歡跟那個 海葵連在一起 不知道 好朋友 它們是 雪印小丑 在這邊 我會長不大耶 在這邊 大魚吃小魚的故事 大魚吃小魚的故事 這個確保牠們的故事 這區很特別啊 就是你如果想要買一些水族生物回家 是可以的喔 例如它上面有標價錢 這隻是公的 200元一隻 然後很特別的是還有 青蛙 綠色的 350元 橘色的 太神奇了 如果想想寵物的話 也可以帶幾隻回家 欸 果然是這個圓區才會這樣 它有標公跟母 對 外面應該只會標價錢 對 你可以自己選擇 公的還是母的 滿有趣的 寵物缸 對 它是一個多功能水族寵物缸 你看 這是青蛙針的吧 欸 這是真的啊 欸對 它動 它動 它怎麼 我看 我看 它嘴巴怎麼樣 哈哈 好像喔 來吃個簡單的青蛙針吧 我要吃那個 我要吃牛奶 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的票券 他的門票一張50塊 都可以使用每一張10元做摺底 有 有東西吃嗎 有 橫向這樣刮刮刮就下來囉 媽媽現場教學吃餅 對 因為它一直炒炒炒 不是吃炒餅 它刮對 你怎麼反方向刮啦 不是啦 但是我都不是那一種 我是這樣子 媽媽我是這樣子 媽媽你看 這樣刮 好的 因為我不能吃太大口 不然的話我整個嘴巴都會那個變冰塊 那媽媽吃的是 那媽媽吃的是 泰瑪色起司蛋糕 長什麼樣 哎呦 哎呦 就長這樣 第一口 欸 第一口 好啦好啦 愛小孩 我都還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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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麼味道啊 就是 一般 這是幾次蛋糕 泡泡蛋糕 小圓 小圓 鬆餅喔 很像雞蛋糕的鬆餅 哇 這是高檔吃法耶 一口雞蛋 一口鬆餅 一口冰淇淋 一口冰淇淋 其實有一區可以參觀 那個區域要來看看 中間這一區是鯛魚區 這裡現在看的是 非洲池鯛 然後後面這個美洲池鯛 這種好像說叫做鞋鸚鵡 一大堆池鯛 都不知道啊 亞洲池鯛 所以他們說是什麼池鯛 哪裡是池鯛 這是有毒魚耶 好可怕喔 它怎麼長成這樣 因為它有毒啊 海馬 這裡有小海馬 真的我看過 哇這麼喜歡這個魚 真的喔 因為很亮 因為很亮 它這麼亮的燈 打下去還能看得到 它那個藍色的螢光耶 還蠻特別的 這邊水草啊 魚這樣子 感覺養魚真的蠻難的 它弄得這麼漂亮 就裡面卡住 有看到 它們完咯 我們要下樓咯 走這超長樓梯看看 還好不會 還好不會 我剛剛詢問了一下啊 其實呢這裡是2017年呢 才開放參觀的喔 然後我覺得門票只有50元 如果你本身對那個水族箱 水族生物蠻有興趣的話 非常適合來這裡 我覺得我還蠻推薦的 親子奉遊的室內飲天景點 屏東室內 親子景點 可是我覺得還蠻划算的啦 這裡就是那一種 如果下次我再來南部玩呢 也可以順遊再進來一次的地方 因為看了心情真的超好的 那你覺得大概 可以停留時間多了 看你吧 我覺得一個小時應該是OK的 慢慢看 有空的人可以過來玩喔 這裡的名稱太長了 我就不愁度再念一次了 解答收看我們是與你分享 SFAMOLE 請幫我的頻道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呢 感謝大家 掰掰 剛剛的門票給我們 後面他有一個到風和館 買東西可以享九折優惠 他這裡最推薦的是這個農科手工蛋卷 那我們就進來吧 其實他的地點就在這裡 蠻好找的 進來之後呢 看見SFAMOLE的這一份 他就在旁邊喔 他有個門市 這我們剛才看的耶 是嗎 對 這裏的口味呢 有油味香蔥抹茶芝麻咖啡 當然你想要買重的一桶也是可以喔 十字樁150元 這都欠做的保存期限大概三個禮拜 對而且這裡超香的 然後我們現在有一個九折券 等一下可以使用喔 這裡果然是發展農業科學的地方 每個東西都要做檢驗 都是檢驗報告喔 買好囉 走囉 掰掰 掰掰 掰掰